究竟什么事让这名妇人这么生气 还一直说自己就是很卡 原来是因为这位大妈到卖场购物 准备结账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信用卡 结果大动作翻找皮包 动到了柜台的东西被店员制止 突然理智断了线一样 脾气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可能是找信用卡还有翻动柜台的一些物品 造成店家的一些补月 然后所以稍微有制止一下产生了一个纠纷 怎么找到的 这是皮包里面 只是再看一次 为了一张一时之间找不到的信用卡 大发雷霆还惊动警察 最后还被民众偷上网 这画面也提醒了大家 下次找不到东西时脾气鲜别这么大 记者杨芷玉众和报道